欢迎收看中日早安新闻 我是刘佳 赶快带您关注到 这起最新的火警意外消息 是在高雄市的延城区 浮北路上的一栋住商混合大楼 在半夜三点左右是金船火警 可以看到火势迅速蔓延 甚至还金船有爆炸声响 逃出来的住户是金魂未定 双手颤抖 起火的原因众数纷纭 根据了解这栋大楼里头 约有120户的住户 那么消防人员现在 还在积极的抢救当中 我们赶快连线给记者吕一杰 好的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橘红色火蛇 不断从屋内窜出猛烈燃烧 火花在空中旋转飘扬 大量的黑色浓烟冲出屋外 街道瞬间变得灰茫茫 双双的火焰把夜晚烧成一片红色 二火吞噬整栋大楼 越烧越猛烈 消防人员派出大批人马布水线 在外面洒水灌咒 并派出远梯车上楼救援 面前沿赤桌 都没办法吗就对了 没办法 我没办法 那些大楼冲出来 我 没筋你问我没筋都 用担 很好很辛苦 银沫 银沫 银沫里面的座楼 都银沫清洗在那里面 高昌市沿城区浮北路上一栋住商混合的大楼 半夜三点左右惊喘大火 一楼爆炸起火燃烧 火势迅速蔓延整栋大楼 跑出来的住户惊魂未定 雙手战斗 连话都讲不清楚 被屠如的大火吓得眼神空洞 而起火的原因众熟分约 就了解这栋大楼约有120户 里面住着很多弱势的堵居扰人 目前有两人在楼梯间失去呼吸心跳 高雄市长陈其邁也到场来视察 大楼内人不断窜出黑烟 消防人员紧急抢咒当中 以上最新主播